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阿富汗局势 当地时间8月31号 美国总统拜登就美国结束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发表讲话 拜登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已完成 在过去的17天里超过12万名人员被疏散 其中包括约5500名美国公民 拜登表示他为撤军决定负责 他承认目前仍有100至200名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 他已要求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际伙伴协调 确保人员撤离工作继续进行 拜登称美国20年来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花费超过2万亿美元 超过20744名美国军人和2461名美国公民因此死亡 继续战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没有结束 他表示将继续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呼罗山分支在内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